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县镇新闻 5月9号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县福特别在鹿谷米蹄饭店 举办模范母亲的表扬典礼 今年共有15位模范母亲 接受县长林明珍的表扬 其中南投市的廖王映女士 虽然已经高龄107岁 依然身体很健康 最受到瞩目 县长林明珍支持时 也呼吁所有的乡亲 都能够及时孝顺父母 在亲人的陪众之下 110年度的模范母亲 共同走上星光大道 出席参加县福在系统举办的表扬典礼 其中一位来自南投市的廖王映女士 已经高龄107岁 身体依然健康 让大家都很羡慕又称赞 阿嬷你今天有欢喜吗 有啊 阿嬷你告诉你住在哪里 哪里住啊 你今年几岁 一百万七岁 一百万七岁 阿嬷平常很喜欢走路 退休了以后就天天走路 那到了一百 我记得是一百零三岁的时候 因为走太远的路了 结果他的脚底受伤了 他都不晓得 结果就是那个次 那次受伤他第一次住院 就是因为走路受伤了 所以他身体很好 没什么病 但是就是偶尔会有外伤这样 我觉得很幸福 因为觉得很幸福 有阿嬷他身体这么好 我们很有福气 对那阿嬷他会这么长寿 我想是因为他喜欢运动 喜欢走路 一年一度的表扬某万母亲 那么今天在我们鹿骨香 米提大腕店来表扬 有十五位来接受 我们这个某万母亲的接受表扬 那么这十五位妈妈 都是经过我们每一个乡镇公所 精挑续弦 都是培养儿子 培养非常有成功 对邻里各方面 都是跟大家 相处都非常的好 所以建构公所推荐 报到我们县政府来接受表扬 所以我们今天接受表扬的妈妈 都是非常荣幸的 就在地方 这地方受到大家的肯定 县长在这边恭喜我们做十五位 做荣厚表扬的母亲节的妈妈 恭喜你们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县福特别在鹿骨米提饭店 举办模范母亲的表扬典礼 今年总共有十五位模范母亲 接受县长林明珍的表扬 另外很多县长以及亲友 都前来祝贺这些模范母亲 星期日就母亲节到了 我呼吁我们前线的 当儿子的 一定要对妈妈 要听着妈妈的话 要及少的行孝 孝顺母亲要赶快 要及时来孝顺 当妈妈不在的时候 你要孝顺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县长这边呼吁 所有的我们当儿子的 当女儿的 要好好的听妈妈 孝顺妈妈 及时的形象 这样的话才能够 到时候 有时候妈妈不在了 你们就感觉到后悔 那就来不及了 希望大家要形象 要以第一优先来尽孝道 看到这些模范母亲 都相当健康 甚至超过90岁百岁 让很多长官及来宾 都相当的羡慕 因此县长里面 曾呼吁 所有相亲 都要能够集出行孝 对妈妈说出自己 内心的爱 记者商品服 入故乡采访报导 有时候 帮我们都帮助了 帮我们 使用 所有 并 帮